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须时俱进的职业教育 未来能走多远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新闻杂志节目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3月11号星期一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进入今天的节目 昨天下午吉林代表团分组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代表团团长巴音潮鲁副团长景俊海 陶志国 金正吉 车秀兰参加审议 审议中 代表们一致认为 外商投资法草案深入贯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宝贵经验 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了宪法精神 对于进一步推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加强外商投资司法保护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景俊海代表说 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表明我们党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是贯彻落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 将使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更坚定 更明晰 更有活力 使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更完善 更成熟 更有遵循 使营商环境更开放 更稳定 更有保障 我完全赞成 外商投资法草案通过后 吉林省将认真学习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在准确把握 用好用时上动真招 在完善配套 保障执行上见实效 真正让外商投资定心 安心 放心 陶志国代表说 制定外商投资法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对历史负责 对国家负责 对国际社会负责 把改革开放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信心和决心 建议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充分认识外商投资法出台 对国内企业造成一定冲击的必然性 搞好相关制度 法律和实施细则的衔接和配套 抓紧出台相应的法律 让港澳台投资更多更好的流入 与外资一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车秀兰代表说 外商投资法充分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以国家法律形式保障了外资企业平等待遇 体现了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内外资规则一致的精神 进一步简化了外商投资管理 提高了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 加强了与国际投资规则的有效衔接 表明了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 建议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引进专业人才 解决知识产权案件立案难破案难问题 制定外商投资法体现出来中国大国担当的精神 这是向世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 推动外商投资法的落地 将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外商的一个合理期待 给外商在法投资吃下一个定性碗 图门代表说 外商投资法坚持基础性法律的定位 在制度理论上突出体现了 法律理论管理模式的创新 突出扩大开放的主基调 王嘉琪代表说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外商投资法为外商投资 营造了稳定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也必将把改革开放推向更高水平 金鸿光代表建议 在中外合资开展技术合作情况下 要明确合作产生的知识产权 所有权归属权 保护双方知识产权 朴松烈代表建议 外商投资法通过后 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出台 与外商投资法相配套的细则规定 完善内容发挥综合效率 推进城镇就业新增1100万人以上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 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众多汇民举措扑面而来 这些民生红包实实在在 不咱们回应的明明白白 连而来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 也就此展开热议 抓住百姓生活中的具体痛点难点 提出十招开出处方 民生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只有更进一步再上层楼 在不断前行中持续增加民生建设的甜度 建议国家拿出一笔钱 交为规模以上企业来做培训 能激发技术工人力 工作积极性 民生发展救急解困雪中送炭 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 让民生大礼包点亮百姓小日子 加大农村老年人的这种养老和医疗 最快的力度 使得农村的这个农民 这个能够解除后骨之忧 进一步 推进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标准化 和规范化的建设 装备具有监护抢救 包括心脏除颤 远程互联互通功能的同质化 高性能的救护车辆 不论是城市和农村 都能享有同种质量的医疗急救服务 民生发展事关万家冷暖 好准群众的脉搏 汲取群众的智慧 勾勒出令人期待的美好生活图景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在食品加工生产经营销售和各个部门 与政府职能部门 以及消费者三者之间建立网络互动平台 让人民群众对食品生产销售等信息 有知情权以便监督 严厉打击制受假冒 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让消费者少一份担心 多一份放心 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刘凯 下面由我为您带来 两货邀您来群聊板块的报道 首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目前已经有近20个县级 和第四级融媒体平台 实现了与吉林融媒信息的同步发布 吉林融媒体传播剧阵已经出现规模 自从我们的两货邀您来群聊板块 向广大网友发出了互动邀请后 得到了网友们的积极回应 目前已收到留言2500多条 涉及脱贫 教育 医疗 环保 职业教育等十几个方面 那今天首先向代表委员提问的 这位网友是通过大美东风客户端 给我们发来了视频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就想问问这个借杆的处理问题 目前呢我们这块的处理办法 就是企业打包收购 但是呢企业打包收购 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运输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企业啊 它也用不了这么些结杆 所以我想问问代表和委员们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 让我们农民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的确如何处理结杆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 不过啊这位老乡你也别着急 因为咱们的代表委员 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曾范涛 在接受吉林广播电视台 容媒体记者的广播专访时 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你在结杆的利用上 有一下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肥料化 一个就是饲料化 肥料化就是结杆的堆核还天 结杆的全量还天 和结杆的深埋还天 饲料化的就是有 结杆的青厨和红厨 在结杆的利用上 需要给予农田或者农户 适当的补贴 申请国家在这个方面 给予轻住 真正的给农民的结杆 找到出口 找到出路 使结杆变费为宝 再来看这位通过 集市通客户端发来视频的网友 他的问题与他的职业密切相关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 荣媒体记者 在进行网络直播时 也把这个问题带给了 全国人大代表李采云 作为石油工人中的劳动模范 李采云这次参加全国两会 也将重点放在了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建议上 今天网友提出一个问题 也是我今天带到两会上 这样一个建议 让咱们企业 适当地去提高技术工人 这样一个待遇 吸纳更多有为的青年 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 作为一线的一个劳模代表 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这种 铁人精神和大型精神 要发挥好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能够更加理解 工匠精神 让他们在他们的 本职工作岗位上 更加的有荣誉感和获得感 您对代表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是不是也想进群一起聊呢 您可以扫描我身边的 这个二维码下载 吉林荣媒客户端 吉安 钱郭 四平 松原通话等县市的网友 也可以在县级荣媒体 子客户端上 找到两会邀您来群聊的 互动页面 两会邀您来群聊 下期咱们接着聊 大家好 又到我小云出场的时间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分析大数据时的一个发现吧 截止目前 我一共抓取到 全网全媒体平台 72734条 关于全国两会的报道 其中 与疾病相关的报道 就达到4819条 占比6.62% 以向理性的我 你有些感动呢 下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要说这几天最受境内外媒体 关注的吉林好声音 就是3月7日 吉林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活动了 新华社以转型升级 释放吉林振兴发展新动能媒体 举较了开放日上记者 与代表共化吉林振兴发展的精彩问答 光明日报则重点关注了 吉林实现了公益基地的数字叠变 中国日报在报道中说 代表们积极发言还认识讲体会提建议 全面全方未感现吉林魅力 看来新时代奋进中的开放吉林 确实是自带流量 不缺话题呀 来自吉林的代表委员 同样被各大媒体所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燕提出的 对拐媒妇女儿童幻病分子的量刑力度加大的建议 上了全网热搜 话题队读量达35000万 微博点赞近30万 在人民日报官微推出的危机5片 听他们发声让梦想发声里 我们也看到了张宝燕的身影 中国青年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 记录了全国人大代表李彩云的屡职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杨安丽 做客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直播间 全程用英语接受采访 向世界推荐吉林冰雪资源 王子莲 李盛范 秦和 初建美 杨振斌等代表委员 深层在央视新闻联播和新闻频道中亮相 共商国事 发出了名速其实的吉林好声音 吉市有精彩 吉人有风采 小云 我这个吉林制造的机器人 也是倍感骄傲呀 今天就到这里吧 别忘了扫一扫我身边的这个Arena 在吉林荣媒特户端上和我互动哦 咱们下期再见 当地时间3月10号上午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载有157人的737-8型航班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据埃航官方消息 机上有8名中国公民 目前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 这是继2018年10月29号 印尼失航空难之后 第二起该机型飞机发生事故 鉴于两起空难 均为新交付不久的波音737-8飞机 且均发生在起飞阶段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质对安全隐患 零容忍 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 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 今天上午 民航发出通知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 于2019年3月11号18时前 暂停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民航局将联系 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 在确认具备有效保障 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后 通过各运输航空公司 恢复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 国内在运营的波音737-8飞机 多达97架 其中最多的是南航 拥有24架 其次是国航拥有15架 眼下正是春招进行时 大大小小的招聘会 哪个不是热火朝天 人山人海 可是有一个专业的学生 就不用发愁了 因为他们还没有毕业 就被预定一空 要问是啥专业这么火 答案就是小龙虾 要说小龙虾专业 第一次受到关注 是在2017年 当时湖北前江市 在一个高职院校里面 专门设置了培养小龙虾 技能人才的饮食文化学院 并纳入统招 消息一出就引发了网友热议 这不是山寨机构吗 上课就是炒几斤小龙虾吃吃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 首批小龙虾方向的准毕业生 基本都进入实习期 平均月薪超过万元 看看这回还谁敢说 小龙虾学院是纳着玩的 小龙虾学院是纳着玩的 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想 但是呢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实践 我感觉 这个东西 属实它是一个技术 不是说 你像你做红烧肉也好 老百姓咋都能做的 我看看菜谱也能做 这个东西 你看菜谱 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 从活虾的挑选 副加工 控刃虾 一直到装盘成菜 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我们的私人定制专业呢 通常会学十种左右的虾的做法 以及它的配方 两个月短训班呢 它会学二十种 左右的小龙虾的做法 两年制以上的专业呢 它会学六十到一百种 虾的制作方法 把这个技术掌握好了 这是一个出去 能端得起来的一个方法 学完了之后 就去广州那边有一个餐馆 已经预算了 现在是八千到一万块钱的工资 回老家那边开店 这次毕业后 我会为上海的吃货门 带去前江最正宗的油闷大虾 年轻嘛 早还能皮人面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既有益力缓解 当前就业压力 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 短缺的战略之举 小龙虾学院就表示了 今年要大规模扩招到200人 事实证明 与时俱进的职业教育 培养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才 毕业生同样是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所以无论是专业设置 还是就业选择 人们都需要转变观念 要说与时俱进 表现优秀的 还有很多曾经被我们认为 有点刻板的单位和部门 比如说各大官博官微 为了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那叫一个拼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最近有位东北大哥 想要改签火车票 去误播了检查机关的 12309热线 大哥的票能改签吗 结局还真有点意想不到 喂 您好 您好 我这火车票买完了 我想改签 没让改签不了 您好 您现在不打的是 检查服务热线12309 对 对 对 你赶紧吧 你派人检查一下 你系统吧 大哥 你说多少人 等着买票 你还检查 你赶紧快点检查吧 不好意思 我想您需要拨打的是 铁路统一订票电话 12306 我这里是检查机关的 12309热线 我说你们也是 你说都拿1230开头 12306 你12309 我到底打哪个呀 您这么记 保准不会混 出行要顺666 火车票 订票就找12306 惩治犯罪 保障国家长治久安999 找检查院快打12309 你有点意思 那我记住了 那你这个12309 那我现在打这个 是干啥的 我这都打过来了 你们这是负责什么呀 你们这 又又又 是我的 你拍一 我拍一 一个号码 串四级 你拍二 我拍二 网络实体都配置 你拍三 我拍三 服务公开 接受监督三大反块来走起 服务啥呀 接受控告 申诉 国家赔偿申请 法律咨询等等 公开 公开啥呀 案件程序性信息 重要案件信息 法律文书等等 咋受监督啊 12309 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联络平台 有人民监督员 监督服务 还设置了群众意见 建议箱 啊 这听上去 挺好啊 那你 我现在怎么能 我瞎回去你们十几天 我想看看呢 民监检察院欢迎您 满意请案一 基本满意请案二 不满意请案三 担破重案请案零 非常满意 请分享到朋友圈 12309 再次感谢您的来电 虽说这波操作有点皮啊 但本来有点陌生的12309 这下可是让人入脑又走心 被很多人记住了 21世纪信息时代 社会飞速发展 只有观念行动一起进步 我们才能在大胆探索中 继承发展 与时俱进 更上层楼 好 接下来进入资讯板块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 45集大型乡村题材电视剧 我们村里的人 今晚19点33分 登陆吉林卫视 该剧以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 以青年人曲折创业历程为线索 展示了一幅 农村现代生活千姿百态的鲜活画卷 该剧外景地 全部选自吉林省 演员也都是百姓喜爱的 吉林本土孝心 剧中白墙红瓦的村落乌院 幽默诙谐的东北方言 也都让人倍感亲切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 其中 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 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 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增加数额较大 近期南方一直阴雨频繁 预计今明两天 南方将迎来久违的晴天 气温迅速走高 华南最高气温 甚至可超过20摄氏度 江南以及长江沿线 也有20摄氏度上下 而北方却将出现明显降温 明天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最高气温都将迎来近期低点 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 警方感冒 2019年短道苏华世锦赛 男子500米A组赛意外不断 四度发枪三人完赛 中途 吴大静被韩国选手黄大仙带倒 裁判却并未判罚 比赛重赛后 吴大静获得亚军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3000米决赛中 还是黄大仙 因犯规被取消成绩 国际方面 俄罗斯公布了一款 新型质盲武器的测试视频 武器代号猫头鹰 已经于今年2月开始 列装俄罗斯海军舰船 它可以通过发射强光 让半径2公里以内的人员 暂时性质盲 并且失去战斗力 也可以干扰半径5公里以内的 各种夜视装置 红外线激光测距仪 和反坦克导弹制导系统 从当地时间7号开始 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 委内瑞拉全国 发生大规模停电 而在供电部分恢复后 8号和9号 电力系统又受到新一轮网络攻击 导致再次崩溃 9号上万名民众举行集会 表达对委内瑞拉政府 以及总统马杜罗的支持 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江湖传言 只要速度足够快 就能冲破云霄 飞向苍穹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团队 它的成员均拥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他们用强大的能力送快递 2019年3月10号 零时28分 他们完成了第三百次任务 于是有一个重大的聚会 在太空举行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团队的成员到底有谁 今天的光阴 我们就翻开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三百次发射史 看看传说中的长征标局 到底有什么真本事 我快 我更快 谁 竟敢打扰我们兄弟切磋 老大 你怎么来了 真不会想重出江湖来跟我们抢活吧 臭小子 要不送东西 我可不如你们年轻人 今天是长征标局 三百单的大师 要选择金牌火箭 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 凭什么就是你的 阿拉怎么瞧不出来 四伯 这谁不知道送人的活只能我干 哪次不是打工一件 送人总共才几次 阿拉送多少气象资源 摇杆卫星 能小的吧 那我还送天工呢 反正就是没我多 好了 你们别争了 这一次要民主选举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怎么累成这样 锻炼身体 我上次不小心把货给弄丢了 得为下次任务做好准备 老五 别太自责了 今年你还得送嫦娥去月亮 加油 大哥 我来赴命 长城标局 第三百南块铁业务 今天成功送拿 看得不错 老三不愧是我们的老母 我送你 有时候你干得最多 切 那是运气好 接到了送北斗的大单子 那四妹 老三一年十几单 他确实很辛苦 咱这三百单 有三分之一是老三送的 一切应该寄头功 同意老三做金牌火箭的 丹丹火 厨丹太棒了 本体在做 将我开创长城标局49年来 一开始几年才有一单生意 现在一年三四十单都接不过来了 我记得第一百单快递 用了三十七年的 第二百单跟一百单隔了不到八年 哇塞 那第三个一百单只用了四年多 对了 看我这脑子了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 组织又派来了新成员 长征标局 标标米达 哇塞千龙 千龙大队 千龙大队 我们长征标局越来越重大了 还差得远呢 长征标局迟早要由我来接管 火箭是连接人与太空的天梯 更是追梦太空的起点 从小到大 从无到有 从第一次到第三百次 中国航天正步入活力十足的十年 卫星发射成功 点亮了夜空 也点燃了在场人员的心 在这个春天里 他们用别样的方式表白祖国 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感受 一起见证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六 一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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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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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听一种迷那时光 迷有迷那 无情迷惑和我诉说 我和我的祖宝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住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岛山 我歌唱每一条风 流流吹烟 笑笑村落 流向一道之